原调题,俄罗斯称新型洲际导弹和摧毁任何防御系统新华社莫斯科3月22日电,记者张肖,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德米特里罗格金22日表示, -28艘尔玛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,可摧毁任何防御系统。 罗格金当天在俄罗斯-24电视台节目中表示, -28艘尔玛特导弹是一枚重型洲际导弹,它能够将当今任何导弹防御系统丝绸碎片。 罗格金还说,目前俄国家航天公司正在按计划完成所有大型国防订单。 去年3月俄总统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时,在屏幕上播放了一段萨尔玛特导弹试射的模拟画面。 他说,这一型号的导弹,可以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,而且无法被拦截,已经进入试射的积极阶段。 据额媒报道,-28艘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,可携带10-15枚分导是核弹头,射程达1.7万光里。 弹头采取先进的突防技术,据称能突破线有所有反导系统,净准攻击地球上任意目标。 首批-28艘尔玛特导弹,计划于2021年投入使用,替代-20洲际导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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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